我叫林介文 然後我的原住民名字叫做拉白 我是紅葉部落的 紅葉就是在花蓮的 就是縱谷的算南邊 然後我們部落裡面 大部分的人都是太魯閣族 然後高中就到花蓮市 就高中以後就是都是在部落外 都是都是在部落外 然後是從那個西班牙留學回來之後才 才住在又回到部落 然後也是從那時候才真正的去就是了解 原住民然後還有身分 還有就是一些就是文化背景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關於編制 因為就是我回去找到 也不是找到就是回去遇見我奶奶制的部 對因為我奶奶是一個就是很棒的織者 但是我小時候因為也是與言隔合的關係 都沒有跟她有很少接觸 所以就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她坐在地上織布的影像在那邊 就是這個影像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 那時候其實很小 然後後來就是發現她留下來非常非常多的部給我 就我後期的創作也都跟就是她留下來的這些 這些其實是嫁妝 就是要留給我還有我的表姐妹們的 這個圓的系列啊都是從我就是生小孩之後才開始有的 因為她就是一個就是五分鐘也可以做的 就是她不用連貫著 她是可以很多被切割的時間 就是很婦女的一個工作 就是你用很瑣碎的時間把它拼成一個作品 所以我自從有小孩以後 我就做了很多這個圓的系列那樣子 然後黑如凱跟桃空其實是在講兩個事情 黑如凱就是就是土地嘛 就是其實那是我在屏東住村的時候的創作 因為屏東那邊就是都黑黑的嘛 大家都黑黑的 然後他們那邊有石板 然後石板是他們那邊就是就是部落的視覺 就是跟其他的部落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就是用他們破碎的石板去拼成一個 就是重新拼成一個圓的畫面那樣子 然後從黑如凱之後就是我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 都是跟母親有關的 然後母親就是很像大地 因為就是自己在養小孩的過程中就會 就是會有那種真的覺得 那個母親就是就像一個母弟 因為小孩子小小的嘛 然後因為我又餵母奶 所以他們就是會一直就是越過那個膝蓋的山 然後到達這個奶這邊 然後就就是就是我就是給他們生命這樣子 然後你會很就是很強烈的感受到 你真的是就是用你的身體裡面的東西在 讓另外一個東西有生命 然後它可以因為你就是很明顯的一直在變大變大 我覺得其他的東西都沒有那麼的那個 沒有那麼的貼切 像是假如說你泡奶粉的話 就是你去買奶粉 可是就是輕微這件事情 讓我產生母親就像大地的這個 這個就想像在裡面那樣子 對所以後來的很多語言就是 其實都是在講就是就是母親跟 母親土地跟就是生命之間的連結 而已